炒冷面大家都吃过 但是炒冷面你吃过吗 做法更加的简单 也更加的入味 先把冷面均匀的撕上长条 油热以后倒入鸡蛋液 将鸡蛋炒熟 然后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下入洋葱炒香 再放入一根火腿肠 翻炒几下 加入四成条的冷面 适量的清水 这样可以让冷面变软 而且也防止糊锅 放入炒熟的鸡蛋 香菜 白糖 陈醋 蒜蓉辣酱 翻炒均匀 这样做的炒冷面 比你一张一张烤的来得方便 关键是比外面卖的 还要经济实惠 我一共是炒了八张冷面 一共才两块钱左右 喜欢的朋友不妨试一试这个做法 我是尹宁妈妈 我们下期见